八苦之怨赠慧 看你这个造型 看起来就难受 越看越不顺眼 我都不用看 一想就受不了了 其实这也是怨赠慧的一种 但是这个 应该是在我们的五蕴 吃剩 这个范围内 它涉及到是起心动念 而怨赠慧呢 是更深一步的 现实当中的接触 我们指的现实 就是这个两个人彼此了解 曾经有过 交涉来往 更有甚至 比如说 非常之好的朋友 如果是男女 那很可能就是 男人跟女人嘛 总有点故事 就是感情 涉及到这个 朦胧的 爱美 或者是爱情 到最后 结果 下来想啥 那如果是工作中 就是 跟同事 领导 就本来挺好的 最熟悉的人 结果把你 搞得很难受 这就更深了一步 于是 于是对他产生了 怨恨 怨恨 也是叫 怨恨 怨呢 可能说抱怨 多一点 埋怨 那么 怨呢 就是 就是从心里 就 就恨 怨恨 甚至 甚至 怨恨 怨恨 就是一个 因缘的聚会 你跟他 那个时候好 相见 再见不如初见 那么后来 不好了 这个 后来也就会 那到那一个点了 这只两个人 如果是 一个群体 一个组织 我恨 我相信 无产阶级 不管什么 一个民间组织 也是如此 那你拉网解派了 这产生的 这个 能量就更大 一想到 谁 是一个代表 或者是 他是哪的人 我就想 他 一定是这样 他家 一定 没有教育好 就出来这样的人 又有道路 但是 不能过度 说人 当然要管人 不都是管自己吗 内生外亡 你管人 那是 修别人 你说 也是在 造福别人 但是你自己 有没有身体力行 有没有做 有没有这么想 如果没有 那你自己没有修 那修的不好 或者不想修 那就是表面上的一观其中 唐尔黄是 道末而然 如今也成了不好的词 当初 道末而然 就 本来指的是 先锋道骨 一个道向 那么 产生这些的时候 不得不低头 你说你可以躲 入一个家里 你怎么躲 你有自己单独的住处还好 但总得跟家来往吧 他们对你的 好与不好 你跟他们也要 相反的 好是不好 用什么去 敢话 怎么跟他们互动 你不要太 动心 表面上这种 言行举止 再怎么样 那是表面 当你心 有没有动 怒 其实